而預備和我們一起體驗的 有今天這位特別嘉賓 我們邀請了 Bernacqua生活重簡大事 蘇阿琳Ivy Show 來到現場和大家見面 揭曉相關的活動內容 知道現場的朋友 大家都等得很心急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歡迎Ivy 歡迎Ivy 跟蹤跟蹤 Hello 好 愛性Ivy可以和現場的朋友 先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 我是Color的Ivy 謝謝 好了 今天Ivy來到我們的活動 當然要先聊聊天 首先就從最近的工作開始 相信尤其是粉絲 特別有注意的 首次為電影做配音工作 亦都因為這份工作 就需要再去一些正條場 會不會都很忙呢 其實都很密集 尤其是生日那個星期 大家都想見到我 又去多謝大家 支持我配音的電影 然後又有些最近 準備的EP 有些排舞的工作 那樣的工作 所以我也挺開心 今年試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又試了舞台劇 電視劇 又試了這個配音 所以很開心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作品 還有希望接下來的創作品 大家都喜歡 一定一定一定 其實在講這個行程 排得很滿 一方面當然很開心 老實說 有時候我看到 格格都感覺滿了 多不少都會有少少壓力 所以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Ivy 你自己看到工作行程鞋 那麼滿 會不會都多不少有些壓力 那你又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壓力少一點呢 我自己其實呢 是喜歡離開一些室內的空間 會比較好 譬如去做健身 今天都很開心 因為已經排了很多日 我已經運了在排舞 我身上很多人 所以今天很開心 可以出來 所以我覺得出界 去一下不同的地方 去一下健身房 也好 下街 街跑也好 我覺得做運動很開心 那就可以少一點壓力 多一點 放鬆 放鬆 很棒 那大家要記住 做運動可以幫我們 少一點壓力 多一點的放鬆 那除了做運動之外 其實我知道Ivy 對喝水都有些研究 不如跟大家講一下 你覺得 其實怎樣喝水 才是對身體最好 我自己自從中學之後 就開始做身體健康 我覺得首先我喝很多水 每天最少都喝 其實兩公升最少 但因為我會做運動 每天都做運動 所以我其實 再加上喝運動之後 補充的水分 都差不多三公升 我覺得 我覺得喝水很重要 而且也不會一次過喝太多 因為我從門見到 那些人說一次過喝太多 其實你只是會排出來 所以其實是每個小時 定時定後補充水分 是最好的 如果真的剛巧沒有水瓶在手 可能都是需要買一支水的 那在這個時候 你又會怎樣選擇呢 我一定會選擇 我一定會選擇 Nucca的毛蕉子 的水 對 因為我覺得 它很漂亮 我真的覺得它很打卡 就是它拿著 在天空中的拍張照 它有透過一些藍色出來 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是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覺得 一張雙蕉子 其實都為環寶 取一分力 即時穿街 真的不用帶水 要買水 都可以支持環寶 一張雙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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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聲掌聲給台上 這麽多 OK 大家可以 我們大會同時可以嗎 下天的活動 沒有時間 我們準備出EP 其實現在是日以繼夜 在排舞室和錄音室 不停騎來騎去 所以都沒有時間 但是現在都快入秋 還是已經快中秋節了 但是還是好熱 確實是 自己在外出新歌和冰箱 是 到了最後的MVHATREAD 好像在吃素 是 吃了多少年了 其實沒有 我在這幾個月才吃 是 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好像在排KKBOX 那時候我們排完沒有就聊天 他們就推薦我看一些Documentary 關於素食 我覺得看完之後 好像健康又有一點覺得OK 環保也有一點 不如我為了兩樣著想 都同時試試吃 試試試 覺得吃得很開心 所以就繼續了 有沒有促煙菜式 自己煮一下 好 老實說我覺得素食的選擇是少 因為我本身都不喜歡食物 很多調味或者很多汁水 健康養生提示讓我想想 喝多點水 吃素 喝多點水 吃素 還有我會建議大家 可能真的出街逛逛 我自己是會喜歡走樓梯機 還有跑步機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雖然有時候很難 很想在床上看Youtube就算了 但是我覺得 去樓梯機 都是同時可以看Youtube走 其實個人回到家 會覺得滿足些 心靈都會開心些 心靈開心些 心靈健康些 所以我覺得出去走走是開心些 即使個人很累 但是上到床的滿足感 是真的最大一點的 新的動向都主要是Color出EP 我可不可以爆一下 爆一下我們年尾 因為我們出EP有四首歌 我覺得不出的show是有跌 所以我們年尾會有各種show 盡量讓四首歌大家看 謝謝你們